简横祥人礼万善庙农历七月举行中原普渡法会 而今年除了供奉往生者之外 庙方还设置了宠物连坐 放上了猫狗饲料罐头以及玩具 让四祖还有爱动物的人士祭拜往生的宠物 同时庙方今年还办理中原普渡摩采活动 在现场贵宾的见证下 最大奖66666元的圆梦金 最后有一名灵性民众抽中 非常幸运 简安乡人礼万善庙农历七月举行中原普渡法会 今年除了供奉往生者之外 庙方还设置宠物连坐 放上了猫狗饲料罐头玩具等 让四祖爱动物的人士可以祭拜往生的宠物 他宠物是非常贴心 陪伴着他 但是一旦他的年龄寿命到了 他离开了一般的养毛小孩的 我们的乡亲民众会非常伤心 那我们想说我们在普渡的时候 我们顺便把这个毛小孩这个专区 我们把它做出来 让我们的乡亲如果想要缅怀我们的毛小孩 也可以来这边祭拜 当然庙方也有提供非常多的那个毛小孩的 普渡的他的宠物的用品飼料等等 那当然我们拜完了以后我们会送给 杜妈妈那个爱心口给他去做这个照顾毛小孩 流浪动物的一些飼料以及食品这样子 这次普渡人里外山庙还与信众共同捐赠百米2200台金 委托捷安湘工所协助发放 校长游淑貞特别到场 感谢庙方和信众的善心意举 同时万善庙的中原普渡 还有大奖摩采活动 在现场贵宾见证下 最大奖66666元的袁孟金 是有一位林先生抽中非常幸运 介续会讲相报道